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还有就是MUI以及H5加它的基本操作语法是什么 最后我们要结合今天的所学所讲 利用MUI H5加以及我们的地图来实现获取当前位置这样的一个效果 今天的课程呢 它适合于我们的初级 中级 高级前端开发 以及我们的全站开发 关于今天的课程 我们的技术储备要求是什么呢 需要同学们了解基本的HTML结构 以及GS的相关基本内容 好 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MUI MUI它是Dcloud公司的产品之一 MUI呢是号称为最接近原生APP体验的前端框架 它里边不仅包含我们的CSS组件 还有相应的我们的GS功能 所以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前端框架 那我们为什么要使用MUI呢 首先使用MUI来构建出来的移动端项目 性能运行是非常流畅的 性能非常好 另外就是MUI这个框架里边 提供了非常漂亮的UI组件 然后第三点呢 因为MUI它有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配合的编辑器 叫做HBuilder 所以说里边它有一系列MUIUI组件的代码提示块 方便我们开发人员进行快速的开发 效率也是比较高效的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MUI的几大优势 那关于今天的效果呢 我们不仅要用到MUI作为我们的前端框架 我们主要功能的实现 还要使用Dcloud的另外一个产品 叫做H5加 那这个H5加是什么呢 H5加全名叫做5加Runtime 它是运行于手机端的强化外部引擎 除了支持标准的HTML5外 还支持更多扩展的JS API 使得JS的能力不属于原生 像一些我们在移动端比较常见的 原生可以实现的 调取手机的摄像头进行拍照呀 我们的录音上传呀 在我们的Dcloud的产品 5加Runtime里边也提供了相应的API 而且我们使用JS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是非常强大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实现的这个效果里边 我们要用到的MUI 以及H5加的基本操作语法都有哪些 首先我们整个页面的基本布局呢 我们使用的是MUI它的UI组件 所以说这里边我们使用它的智能代码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Dcloud的另外一大产品 我们强大的HBuilder编辑器 它里边提供了快捷的操作语法提示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构建移动端的页面 那里边的所有DOM结构 所有的样式都是GEMUI这个UI框架 它的CSS组件进行提供的 然后就是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叫做MUI 那这个方法呢 跟我们的解块里边的Dollar方法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用来操作我们的DOM元素的 那关于5家里边 我们今天要实现的一个是获取当前的地理位置 所以说我们要用到的一个API叫做Gaylocation 它里边提供了相应的获取位置的方法 以及我们的一些属性参数 都可以供我们去使用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实现的功能 所要用到的MUI 以及H5家它的基本操作语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具体完成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基本上今天要实现的这个效果 界面图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移动端的页面比较简单 在上方的导航区有地理定位 明显的标注 然后我们的下方内容区是有两个按钮的 一个是获取当前的位置 点击该按钮可以把你实时获取到的地理位置的文字信息 显示到下方的这个红色边框里边 然后点击调用地图定位 可以在我们下方的红色边框里边 加载我们的地图 在地图上进行我们当前位置的一个展示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今天的这个效果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手机GNG进行运行 所以说需要大家提前准备好你的手机 以及你的数据线 好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效果制作吧 感谢观看